岳明岛上的山庄才是真正的风月山庄 也是神武教鲜为人质的秘密大本营 作为总舵的劳山风月山庄 不过是遮人耳目 狡兔尚有三窟 那么狡猾的人呢 人更善于伪装和隐藏 从劳山乘船出海到岳明岛 就算是最快的非洲也得一天时间 所以等上官御鼎一帮人乘船赶到岳明岛时 已经是当天夜半了 岳明岛的风月山庄内留守着二十名普通武士 他们的职责就是守护这座空山庄 以防海盗水贼偶尔窜入 但是自建起这座风月山庄之日起 还没有一个海盗水贼来过岳明岛 因为知道这岛上有风月山庄的不敢来 不知道岛上有山庄的不愿来 所以留守山庄的武士 一直都十分的清闲自在 清闲自在的武士们 将上官御鼎一帮人 接入了风月山庄 那条大船抛锚驳在海湾 船手除了看船的 也随着进了风月山庄 在上官御鼎带来的一帮人中 只有水利娘和三夫人 以及公子袁清明来过这里 其余的上官御鼎和龙海川 司徒兴和鬼面七煞女都未来过 因为当初都建这座山庄的 是武魁堂负责 一进风月山庄 上官御鼎和龙海川 以及司徒兴不由得惊叹不至 这里的建筑 要比劳善的风月山庄更加气派 上官御鼎做了简单的安排 手下的鬼面七煞女 分出一名去统领留守的二十名武士 负责庄内外的警戒和防卫 并且监视海面 分出四名去监视龙海川和司徒兴 剩下的两名 其中一名去监视水利娘和柳碧瑶 另外一名待在身边随时拆遣 一切安排妥当 上官御鼎带着冷血玉和公子袁清明 走进原来袁崇武住的那间寝房 寝房里有三个套间组成 最外面的屋子是个小客厅 中间的屋子是原来贴身侍卫住的 最里面的屋子才是袁崇武睡觉的地方 在劳山封月山庄的四位夫人 分别都有自己的寝室 在月明岛这样的也有同样 上官御鼎之所以要带冷血玉 到袁崇武的寝房 而不是去冷血玉的寝房 只因为他想见识一下 总舵主的寝房 一见之下 上官御鼎竟惊呆了 袁崇武的寝室内 可以说与一间求是无疑 一张石床平滑正亮 上面什么也没有 四个石墩围着一张石桌 除此别无踏物 显得冷清中透着寒意 冷血玉也显了惊异的神色 他告诉上官御鼎 这是他第一次来到这里 他终于明白 袁崇武从不带任何一位夫人 到自己寝房来的原因了 人活着 真应该有这样的床 当冷血玉躺到床上时 上官御鼎微笑着这么说 他觉得 只怕天底下再也找不到一张 比这更好的床了 只因床上 有一个他感到天底下最好的女人 公子袁清明 自然留在袁崇武的寝房里 睡得自然也不是石床 而是世卫睡的木床 那鬼灭女子保护着他 此刻 上官御鼎不用人保护 需要保护的是冷血玉 冷血玉在自己的床上接待的 却不是自己的丈夫 他的心一阵阵阵产 而且这个男人并不能给他满足 任他蛇一样的身子 把他缠得死死的 他连衣裳也不脱 明天我们就去找水利娘 让他当我们的证婚人 我们明天就结婚 他会相信我们的 上官御鼎 用手抚摸着他光滑的身子 他能够做的 只是抚摸他 甚至也不吻他一下 他真的愿意嫁给指挥 对他抚摸的男人吗 为了儿子 他想 为了儿子能够成为尊主 他不能拒绝这个男人 这是一条残废的狼 我不怕水利娘不交出神物令 只怕你到时翻脸无情 他柔声细语地对他说 一个一丝不挂的女人 说出这句话 认他是铁木石人 也如何会不心神荡漾 他的手又落到了他的乳房上 他甚至想到他喜欢自己 倒不如说是在喜欢 这对该死的乳房 乳房为他带来了幸运 也招来了灾难 就是有谁拿江山换 我也不会舍弃了你 相信我吧 冷血玉相信他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如何使水利娘也相信他 第二天清早 上官玉顶便带着冷血玉和公子 去见水利娘 后面跟着那个鬼面女子 他们没有找司徒兴和龙海川童去 那两个乡主靠不住 他们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 没人知道 难说不再坏事 我要和三夫人结婚 就在今天 请夫人做我们的证婚人 上官玉顶见到水利娘 便直截了当地说出来 冷血玉见水利娘露出了恶然不解的神色 接着道 司徒兴说 他不是真心 他是要做给他们看 证明他是真心喜欢我 真心要拥立公子为尊主 我们这样做 也是为了让您放心 水利娘没有言语 转手看了看身旁的柳碧瑶 柳碧瑶和水利娘住在一起 为了便于监视 她目光茫然 似乎没有觉察到水利娘要看她 水利娘又对冷血玉道 总舵主血案未解 你就嫁她为妻 姑且不说守不守妇道 只怕外人非议 说不好听的 你们不就是为了得到神武令吗 我仔细地想过 可以把神武令给公子 拥立她为尊主 你们随我和碧瑶 到总舵主坟前 去起个誓 再让公子起个誓 然后我就交出神武令 你们看行不行 还有什么行不行的 冷血玉和上官预定 相视而笑 原宠武的坟墓 在山庄后面 为青砖所弃 坟前立着一块 约有一人高的青石墓碑 碑上刻着一行大字 天鹰霞原宠武之墓 坟墓四周松白挺立 郁郁苍苍 坟墓两旁堆放着许多 仇志的白花 原宠武遇害身亡 六堂乡主 都未参加入殿和安葬 事已 上官预定到这里来 也是第一次 站在原宠武的墓前 对这位昔年 叱咤风云的大侠客的 敬佩之情 油然而生 想到 他武功盖世 一搏云天的蒸蒸铁骨 零零霞峰 上官预定 再也站立不住 双膝跪下 眼中寒泪 沉声道 总多主 属下 看你来了 一眼口出 早已流下了两行泪来 山林寒碑 海水乌眼 阳光也暗淡了 水利娘 柳碧瑶和冷血玉和公子 袁清明 站在他身后 黯然而立 哀思重重 都是眼中寒泪 坟里长年的是他们的亲人 上官玉鼎带来的那个鬼面女子 远远地站在一旁担任警戒 她仿佛也被这肃穆而装住的气氛感染 垂手而立 一动不动 腰上的勾魂刀 也在沉默 总多主 你不幸心云 驾鹤西归 我们武沙堂所有人 都悲痛欲绝 如师至亲 想您在时 同领我们纵横江湖 孝傲武林 行侠仗义 除魔未盗 跟随您 我们是何等的荣光 现下 我叫风雨飘摇 动荡不安 为思补报 卓者千律 必有一得 属下 欲立公子 继承总遗风 统领我叫 再振雄威 此乃全教群雄 众望所归 乃江湖风云局势所迫 公子虽幼 贤明达智 已显不凡之态 并怀立志图强之心 定能够统领我叫 杨威武林 光耀神舟 属下 初到以来 蒙总舵主 厚爱垂顾 以威曲搏迹 犹以江湖 随地况 世纪人之才 尚有忠心抱主之志 愿以性命为舍 保公子大业早成 若有丝毫私心逆意 总舵主 亡灵在上 皇天后土为政 属下 必遭焚身之祸 愿总舵主 亡灵神佑 属下 蒙事虽短 对总舵主 崇敬哀死无险 说完 府邸刻了三个头 挺身站起 冷血玉在一旁 轻轻跪下 化位出口 泪千行 低落塞边 总舵主 亡灵有知 就看一看我们吧 我们便拥立 公子为尊主 你后继有人 你就保佑他吧 说到这儿 已是气不成声 公子袁清明 也在冷血玉一旁跪下 流泪道 爹 尔有志 统领神武教 在爹的固有旧部的帮助下 纵横武林 扬威武林 已不负爹生前的众望 水利娘和柳碧摇进前 掺起了冷血玉和原清明 水利娘对公子轻叹道 清明 大娘我从来都拿你当亲生儿子的 你要谅解大娘 原清明双膝跪下道 大娘垂爱清明 深济于心 清明定不负大娘的后爱重托 主掌神武教 定兢兢业业 水利娘双手 搀扶起原清明 含泪笑道 好 我总算又了却了一桩心事 上官玉鼎在一旁笑道 请夫人一步 咱们去乡堂进行结尾大典 在那儿 你就亲手把神武令交给公子吧 水利娘微微喊手 正于说话 莫得一旁响起了一声惨叫 发出惨叫的是那个担任警戒的鬼灭女 她的勾魂刀还没有抽出来 便一头栽倒 上官相主 你的鬼灭女怎么不多带几个 杀死鬼灭女的人五刀大小 直刀大小的人是龙海川 她的身旁站着脸色阴沉的司徒星 手里提着剑 剑上也带着血 那是谁的血 三位夫人和公子原清明惊骇失色 上官玉鼎的目光射出两道寒光 突然仰面狂笑起来 笑声里 人如飞鹰掠向了龙海川和司徒星 没人看清他是怎么出剑的 而且分明已经向龙海川和司徒星 一人刺了三剑 没有人看清司徒星和龙海川是怎么出手的 但两人分明还了三招 他们是三个相主 是神武教数万豪杰中的精英 尽管龙海川和司徒星 以二战一 而上官玉鼎不惧 他的武功原本是六堂相主中最高的 冷血玉的脸色越来越苍白 他看出这三个人是殊死厮杀 并不是想制服对手 而是要杀死对手 要夺走对手的生命 他的武功在水利娘和柳碧瑶之上 他相信自己的眼睛 上官玉鼎施展的正是他的剑术绝技 无鬼追魂剑法 龙海川施展的正是他的拿手刀术 飞龙夺命刀法 三个人不遗余力都施展出了平生的绝学 狠力奋斗 倘若原宠武的亡灵有志 欠三个属下 在自己的坟墓前 这般殊死狠斗 他又会作何感想 孰是孰非 成者王后败者贼 孰强孰弱 自有武功定长短 小鬼推磨一剑正开了飞龙白尾和吉星寒度 原龙在天一刀斩断了遇上的丑鬼败燕王一剑之刺 流星拖云长驱直入遇上了恶鬼拦路 但见刀光剑影杀其横飞 人影飘移转挪变化无穷 这番龙争虎斗断得是又精彩又凶险 旁边的三位夫人和一位公子不由地看呆了 上官预定并脚见了汉 饶使他的剑法惊觉内功深厚 怎奈以一敌二 拼得久了 难免心有余而力不足 况且他虽是武功高手 那时只一对一而言 司徒兴和龙海川两人的武功 加在一起联手战他 他如何能胜 他不指望三位夫人会援助救她 他希望自己带来的这个鬼面七杀女 没有死光 哪怕还剩一人奔来援手 他也有希望反败为胜 显然监视两人的四个鬼面女是凶多吉少 否则他们怎能够脱身至此 而司徒兴和龙海川是志在必胜 两人联手一刀一剑 丝毫不给上官御鼎喘息的机会 渐渐的上官御鼎有些失望了 手下的鬼面七杀女不会来救援了 因为这么长时间不敢来 证明他们已经都被杀了 但是如果这样拼死下去 自己必然要公结利敬而败 必须想办法脱身 留得青山仔不怕没柴烧 心念几次 上官御鼎又抖擞精神 挥剑猛攻 一招疯鬼抢路 紧接着又失出了一招 丑鬼过桥 震开了司徒兴的长剑 把他又逼退术部 身形一纵 身外击掠 龙海川和司徒兴 看出了上官御鼎要抽身逃脱 哪里肯放 齐声震吓 抖身直追 上官御鼎功力大号 轻功 势已不及 略出没多远就被两人追上 又转身 挥剑厮杀到了一处 没过十招 上官御鼎奋力挣脱 抽身而走 两个人不宜不饶 拼命直追 大有赶尽杀绝之事 就这样 沙沙走走 打打追追 三个人 已经来到了海边 上官御鼎心里清楚 唯有跳海 才能摆脱两个人 到了海边 厮杀便越发激烈了 司徒兴和龙海川看出 上官御鼎要跳海逃生 所以死死地缠住他 虽然离海边不到两三丈远 就是不让他靠近 三个人都杀红了眼 他们几乎是厮杀了一天 这时 夕阳欲落 海面拥荡着红红的光波 晚霞似被鲜血刚刚染红 天水苍茫 空中仿佛飘动着无数的鬼魂 大海在沉重的喘息 那是落日后即将为鬼魂 所禁锢的无助的哀叹 一声惨叫 仿佛盖过了那汹涌的波涛 上官御鼎身形暴退 一头栽倒 司徒兴和龙海川 莫得住手 对视了一眼 两个人不知是谁 击中了上官御鼎 而就在这一阵之间 上官御鼎身形跃起 直掠向海边 一头砸进了波涛汹涌的大海 转眼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们上当了 龙海川沮丧地嘟囔了一句 一屁股坐在沙滩上 大口地喘着粗气 他必死无疑 司徒兴宁笑一声 他功亏力竭 怎么斗得过海浪 还是葬身余妇 说着一见主地 咱们不能在这儿待着 应该马上返回山庄 若三位夫人指使那些武士杀咱们 咱们可就九死一生了 他们不敢 我实在是太累了 那么这样吧 你在这歇一歇 也好监视一下海边 如果上官御鼎不死 他肯定还会游回来向上岛 或者去夺船 我这就去看守船只 他夺船的可能性要大 说着龙海川挺身站起 手里提着斩龙刀 向博船的海湾走去 司徒兴手里拎着长剑 转身回到了风月山庄 风月山庄的门口 站着三位夫人和公子袁清明 他们身旁站着二十名武士 手里执着兵刃 虎视眈眈 显然他们担心两人返回 会伤害三位夫人 他俩呢 司徒兴刚刚走到跟前 冷血玉就紧张兮兮地问了一句 水利娘和柳碧瑶面无表情 目光淡淡地望着他 只是冷血玉神色不安 他环顾了一下众人 淡淡道 禀告夫人 上官乡主跳海了 龙乡主去看守船只 在下到此是来保护三位夫人的 水利娘叹息一声 你俩为什么要杀上官乡主 同是操哥自相残杀 又是在总舵主的墓前 我们乃不得已而为之 上官玉顶狼心赌场 若是得到了神武令 不但夫人们有性命之患 而且神武教将毁于一旦 他手下的那些鬼灭女子 都被你们杀了 不错 我们先杀了四个监视的女子 等另两个鬼灭女子发现 急奔来救援的时候 也一并杀了 最后在墓前杀了剩下的一个 只怕你们误解了上官乡主 我听他在总舵主坟前的启示 也是发自真心 那不过是他的伎俩 不足为证 上官玉顶为了得到神武令 什么事都能干 什么话都能说 夫人千万不要轻信他 司徒乡主 你说上官玉顶 庸立公子为尊主不是真心 那么你和龙乡主一定是真心了 他瞥了水利娘眼 姐姐 这两个乡主原本就有意 庸立公子 水利娘微微喊手 我知道 前番他们不是往风月山庄写过信吗 只是 虽然上官乡主不在了 但他们两个人也可以拥立公子 三夫人 虽然一开始在下很想拥立公子成为尊主 但眼下还想考虑一下 说着又对水利娘道 夫人没有把神武令交于公子吗 我答应过他们 夫人 勿急于交出神武令给公子 现在 还不是时候 又对冷血玉不音不扬一笑 三夫人 也许上官玉顶会死里投生返回来 那时 他就会不顾一切的 从公子手里夺走神武令 冷血玉心里 早就把司徒兴骂了半天 这时 见他那种颇具寒意的目光 心中 早就明白了八九分 更是气恼 所以强思稳住没有发作 对水利娘道 姐姐 你和碧瑶回去休息吧 关于这件事 我再和司徒相处和龙相处商量一下 反正我也想好了 若是他们真的诚心拥立以公子为尊主 明天 我就把神武令 交予公子 并主持进行街位大典 我们会好好商议的 只因这不是一件小事情 另外 今夜 若是没有上官玉顶的踪影 那他就是死了 我们也就没有了后顾之忧 夫人请回 所以对旁边的二十名武士道 你们要好自保护夫人的安全 谁知 为首的一位武士淡淡道 司徒乡主 我们知道该怎么做 请放心吧 言外之意就是 我们是总舵主的护卫 你分堂乡主管不着 不用你操心 冷血鱼把司徒兴和这些武士闹僵 所以笑道 司徒乡主也是一番好心 你们去吧 二十名武士 文言各自散去 有的护送水利娘和柳碧瑶回寝 有的又去海边警戒 还有的就站在庄门口守卫 井井有条 一看便只是经过严格训练的 冷血玉转手对公子道 清明 娘还要和司徒乡主 以及龙乡主商量事情 你先回去歇息吧 袁清明应了一声 转身离去 有一名武士跟随后面 施以保护和照顾 冷血玉望了司徒兴一眼 什么也没有说 静止走进庄门 一直向自己的寝房走来 司徒兴随后跟着 脚步很小心 他的剑已经入鞘 但依然一脸戒备 夜幕降临 风月山庄笼罩在浓浓的夜色之中 庄内透出的灯火 在远远的地方看去 是那么的微弱 似一点点萤火在闪烁 又像是一颗颗小星星 扎着怪眼 能够远远地遥望月明岛 是一叶小舟 这叶漂泊在大海上的小舟 正飞也似地飘向月明岛 来人又会是谁呢 月明岛在沉默 风月山庄 仿佛也在沉默 冷血玉没有沉默 因为他的心中惊涛排暗 司徒乡主 我想听你的解释 当他走进自己的寝室 一边点名蜡烛 一边向司徒星不冷不热地 抛了这么一句 司徒星一言不发地 坐在室内的软墩上 抬眼注视着冷血玉 冷血玉拉上窗帘 转身走向他几步 微微一笑道 你在恨我是不是 你认为我不应该 扑进上官御顶的怀抱 是不是 你以为我真的会相信他吗 我实话告诉你 我对他不过是利用 你知道水利娘 为什么拒绝了你俩 拥立公子的要求 而竟然答应了上官御顶 因为他心里一直认为 上官御顶是神武教的 玉柱金梁 有他支撑 神武教就塌不下来 而你俩的威力 是无法与他相比的 水利娘不放心 我已经想好了 只要是上官御顶 得到神武令 不管他对我们母子 是不是真心 我都要从他的手里 夺到神武令 神武令 只有放在我的手里 我才会放心 可是你竟在我就要成功的时候 又一次坏了我的大事 司徒乡主 你好疯狂呀 说着开始动手厨艺 一件一件地出下 你还不是怕失去我吗 你怕我真的跟了上官御顶 而把你忘了 是不是 你今天所以拒绝了我 还不是为了今晚 与我讨价还价 来吧 我以前是你的 现在也是 将来还是 司徒乡缓缓起身 望着他的眼睛 微微一笑 是我没有度量 但我相信有办法挽回 实在是 你的魅力使我变疯狂了 这 就是他的解释吗 他还能有什么 更好的解释吗 他要得到的 不就是他的身体吗 一旦他觉得 自己的这个欲望 无法满足时 他就变得疯狂了 冷血欲笑了 这是胜利者的笑 他觉得 他再次俘虏了这个男人 他靠的是自己 战无不胜的女人魅力 明珠熄了 室内一片温馨 床成了他们的天堂 然而当一个黑衣人破窗 闯入寝室 把手里的长剑 抵在司徒兴胸前的时候 两个人都感到 这天堂实在离地狱太近了 窗子开了 月光射进屋里 月光里 那柄长剑闪着 清幽幽的寒光 司徒兴 你高兴得太早了 除了上官御顶 还有谁能这样说话 发出这样的笑声 执剑人是上官御顶 水淋淋的死里逃生的 上官御顶 上官御顶从地狱返回了天堂 而司徒兴就要从天堂 走向地狱 你 你不能杀他 冷血欲声音颤抖道 我求你 司徒兴一声惨叫 浑身一阵惊乱 头用力抬起 又沉沉地放下 胸前直直地刺进了一柄剑 正是冷血欲的一句话 使上官御顶 咒下杀手 一个自己爱着的女人 却为了别的男人求情 而这个男人 又躲在了他的床上 上官御顶如果这时不出手 他会后悔一辈子 司徒兴死了 他到死都没有明白 海边有龙海川和那些武士巡视 怎么竟然没有发现 上官御顶又摸回岛 并且浅进了山庄 而他自然不会知道 龙海川有龙海川的事情 他被杀的时候 龙海川已经强迫船手 起毛扬帆乘着那条船 离开了岳明岛 要去哪里 只有他自己知道 龙海川乘船而去 就算有一两个武士 发现了上官御顶 又能不被他杀死吗 现在的岳明岛上 上官御顶让谁死 谁还能不死 上官御顶杀死了司徒兴 从他身上抽出了剑 握在右手 左手一把抓住冷血玉的头发 拉扯着他跳出窗外 手中的剑抵在双乳之间 松开抓住头发的手 阴冷一笑 你求我不杀他 就因为他比我多了一件东西 冷血玉浑身颤抖不止 月光洒在他一丝不挂的身子上 使他像一条直立起来的美女蛇 他惊恐地望着上官御顶 嘴唇合动着竟一时说不出话来 你虽然对我不真心 看着我拼死狠斗竟不失援手 你至少也应该替我说一句求情的话 可是你没有 证明你的心里是希望我被他们杀死的 可我并没有死 我还活着 冷血玉惊魂未定 你想杀了我 那你怎么还不下手 善官御顶冷冷道 那样你就可以去追司徒星 你们也好手拉手到阴曹地府了 到那里 说不定还会同床共振 可是 我不想成全你们 因为我舍不得你 说着 猛地推荐入窍 我活着 就是为了得到你 是你让我死而复生 我一想到你 就有一股始不完的劲儿 冷血玉心中略安 可是你吓了我一跳 跟我走吧 都说海上有仙山 咱们去仙山厮守一生 我为了你 可以舍弃一切 你不说我对你不真心吗 而我对你是真心的 可是我不能跟你走 我舍不得我儿子 那我就杀了你 我得不到你 别人也休想得到 我就是死也不会跟你走 因为我舍不得我儿子 我愿意为了他 被你杀死 而我不能扔下他不管 为他而死 会使他觉得我是个好娘亲 扔下他不管 他会记恨我一辈子 上官御定缓缓抽出了长剑 一字意图道 我已经死过一回了 我是为了你才活着回来的 现在既然得不到你 我们就同归于尽吧 冷血玉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神态安详 仿佛他在等待走进梦乡 梦乡有他的儿子 儿时甜甜地笑脸 上官御定缓缓地往前送剑 剑在颤抖 他爱这个女人 爱得很深 也很痛苦 剑尖已经触到了那雪白的胸脯 那里他不止一次地抚摸过 今日就要把冰冷的长剑从那里刺进去 他停住了 最后问你一句 跟不跟我走 他几乎是在吼 最后告诉你一句 我不能跟你走 他声音平淡 但异常地坚定 他闭上了眼睛 不忍看见 自己杀人无数 从来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今天他竟闭上了眼睛 一咬牙 猛地向前推送长剑 长剑竟然刺空了 顿然眼前并无一人 身后响起了一个淡淡的声音 闭着眼睛 若能杀死人 岂不是瞎子 也能成为剑道名家了吗 上官玉顶缓缓转身定睛一看 身后站着一个黑衣人 一双阴眼闪着金光 阁下说闭眼睛杀不死人吗 掉了脑袋 也能杀死人 但那绝不是阁下 上官玉顶慢慢地抬剑 抵在了黑衣人的胸前 冷冷一笑 阁下很风趣 但我的剑 却一向不喜欢这样的风趣 黑衣人伸出右手 轻轻地抓住了他的剑锋 淡淡道 那是阁下的剑 还没有学会风趣 花音未落 他只觉剑身一沉 再看不由惊骇失色 他手里的剑只剩半截 另外半截呢 自然已经被黑衣人 抓到了手里 黑人撒手 把手里的半截剑 扔到了地上淡淡道 也难怪 这样的剑 自然不懂风趣了 上官玉顶铁青了脸怒道 阁下为什么和在下过不去 何方神圣 因何师出援手救他 黑人 瞥了身旁 瑟瑟发抖的冷血玉一眼 夫人 还不想进屋穿上衣裳吗 冷血玉似乎才意识到 自己赤身裸体 惊叫一声 急忙 从窗子跃回了寝室 黑人对上官玉顶道 我元首 是因为我认识他 仅仅是认识吗 老血玉又跳出窗子 来到了两人跟前 他不仅穿上了衣装 仿佛从寝室里 还带出了笑容 原来你们彼此不认识呀 真没想到 上官玉顶的脸上 略酷一丝惊一道 好像我应该认识他吗 他就是江允峰江大侠呀 这样的人物 你不应该认识吗 上官玉顶手里的半截剑 也掉在了地上 属下施敬 有眼无珠 还望江大侠莫怪 我自然不会怪你 你也没有对我要杀要砍 然后对冷血玉岛 你好像 也不怪他 那么在下的元首 师父多余 他是武沙堂的乡主 上官玉顶 江大侠 你应该听说过 听说过 名头还很亮 这个黑衣人 就是江允峰 他是从江苏到牢山 最后追到这里的 牢山风月山庄的惨变 触目惊心 他没有在死时中 找到水利娘等人 就知道退守到岳明岛来了 于是雇了一夜小舟 幸好那渔翁知道岳明岛 想不到 要杀死冷血玉的 竟是这个上官预定 江允峰 虽然没有见过他 但是听人提起过他 知道他是神武教的 玉柱金梁 武功在六堂乡主中 他也是最高的 还知他一向受到 原宠武的弃重 他因何要杀冷血玉 在自己来到这里之前 一定发生过重大的变故 这时冷血玉道 江大侠 上官乡主并不是真心杀我 不过是吓唬我一下 他是来岳明岛 保护我们的 因劳山的枫月山庄 被清兵毁了 我们就退到了这里 上官乡主同意 用立公子为尊主 大夫人也同意 把神武令给公子 那么 司徒兴和龙海川呢 听耿忠诚说 他们俩被软禁起来 可有此事 冷血鱼微微一正 想起那天 自己在苏州遗院内 听到的江远峰 和耿忠诚的谈话 心中暗暗叫苦 担心 屋内还放着 司徒兴的死尸 而龙海川 要再出现 这直理 就包不住火了 一时不知所措 方寸大乱 江远峰 看见冷血玉神色有异 又见他知物难言 便知其中有诈 一定是发生了重大的变故 你们快带我去见大夫人和四夫人 冷血玉的心中更是不安 见到水利娘和柳碧瑶 肯定是拥立公子为尊主之事 半途而废 两人答应交出神武令 是迫于无奈 而现在 有江远峰撑腰 他们会反咬一口 不但自己无法解释 就是上官御顶 也难拖罪责 若是上官御顶 不在自己身边 有些话却好说了 心念几次 突然对旁边的上官御顶道 上官相助 你杀了司徒兴 江大侠不会不管 你还站在这里等死吗 上官御顶 早就想脱身逃走 一听这话 哪顾得上许多 一转身 急向屋外掠去 江远峰 怎容他逃走 正想抖身去追 不料 冷血玉猛地扑上去 抱住他的一条大腿 死活不放 江远峰没有动 只是淡淡地 放开我 我知道你要救他 到底是怎么回事 冷血玉松开江远峰的大腿 缓缓站起来道 我喜欢他 我不想让你杀了他 我追他 也不一定要杀他 其实司徒兴 也不能怪他 是司徒兴先出的手 带我去见大夫人 和四夫人 我一定要弄清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冷血玉无可奈何地 叹了一声 他知道 江远峰到夫人水利娘那 不会把他怎样 只是自己 煞费苦心的事情 恐怕再没有希望了 水利娘和柳碧瑶 同居一室 两个人似风雨 飘摇中的两片树叶 尽可能地相依相威 盯到护卫的武士传报 说江远峰和冷血玉求见 两人喜不自胜 急忙整装起床 亮烛接音 冷血玉一进屋子 就对水利娘叹息道 唉 真没想到 上官御鼎又追回来了 若不是江大侠及时赶到 我就被他给杀了 这个没良心的 江远峰对水利娘抱了抱权 夫人 在下来迟了 只是山庄发生了许多变故 对此心中愧疚 又负重托 水利娘见到江远峰 连日来受到的屈辱和不幸 一下涌上心头 未开口 先流下泪来 快别这么说 江大侠为神武教的事 风霜劳累 日夜奔波 我们深怀感激 虽有些差错在所难免 为大侠知过 何必引咎自责 江远峰在椅子上坐下 我想知道事情的经过 水利娘头目冷血玉道 血玉 你应该是最清楚的 你便告诉江大侠吧 也好 我要说的不周全 姐姐和碧瑶妹妹再补充 望了江远峰一眼 缓缓道 从与你分手说吧 江远峰微微喊手 我和金明还有司徒兴 那天随你赶赴 劳山风月山庄 途中遇上耿中城后 你月马奔去了黄山 耿中城得知 我们是想立公子为总舵主 就放了我们 让我们去找龙海川 骑袭风月山庄 夺取神武令 又说公子待在身边不安全 让他带到苏州去保护 后来我们找到龙海川 决定中秋节这一天 骑袭山庄 夺取神武令 又说公子待在身边不安全 让他带到苏州去保护 后来我们找到龙海川 决定中秋节这一天 骑袭山庄 夺取神武令 但是因事不命 被龙海川的手下李同听到 他因与龙海川有私怨 便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上官御鼎 所以当中秋节时 我们来到风月山庄 上官御鼎已经带人 占了山庄 杀了袁世义 肖大风和月腾飞三人 软禁了二位夫人 我们也落到了他的手里 后来得知 他也同意立公子为尊主 司徒兴便告诉他 公子在耿中城的手中 于是上官御鼎 派李同去苏州 诈称我们让耿中城 送回公子 以便早日得到神武令 谁知耿中城便挂 拒绝护送公子回庄 要我们拿神武令 去交换公子 李同称 回来见到耿中城的信后 上官御鼎 便让我带着龙海川手下四人 去苏州接公子 谁知半路上 上官御鼎的人 截杀了龙海川的人 取代他们 护送我走水路去苏州 而汉路 早就另外派出了 无形三老 要暗中救回公子 到苏州后 我们种了耿中城的弥香 当他知道我们没有带神武令后 又心生一计 让人带回公子 扣留我为人质 让公子得到神武令后 去苏州救我 公子刚离去 你就去找耿中城 当时我被置了穴道 塞在床下面 听见了耿中城对你撒谎 当你离去 他出去送你时 我幸被无形三老救了 一同返回山庄 回到山庄 上官御鼎对我一反常态 说他喜欢我 要娶我为妻 并说他真心要拥立公子为尊主 重振神武教 我被他说动 劝说公子和他 以及司徒兴龙海川 一起求见夫人 后来 夫人总算首肯 答应交出神武令 而司徒兴却说 上官御鼎有野心 神武令到手会翻脸无情 夫人虽迟疑未决 就在这时 有人报清兵犯山庄 于是上官御鼎留下了 他的人掩护 我们一同退守到了这儿 到了这里后 上官御鼎破我成亲 要以此让夫人相信 以便出示神武令给公子 我和他还有公子来见夫人 夫人答应 交与公子神武令 不过 要先到总拓主的坟前起誓 起誓时 司徒兴和龙海川杀了监视他们的人 追到坟前 让上官御鼎厮杀起来 一直杀到天黑 上官御鼎敌不住 跳到海里想脱身 后来 司徒兴到我房间 要无礼时 上官御鼎杀了他 又因他和两人厮杀时 我未援手 他恨我 便要杀了我 这时 你便赶到了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要说明的 是我和公子身不由己 所言所行 都是迫于无奈 望姐姐和江大侠明察 江远风听完 沉声道 龙海川 现在哪里 听司徒兴说 他在看守船只 恐怕上官御鼎跳海不死 再去夺船 上官御鼎逃走 肯定要去夺船 带我去看看 说完 不带三位夫人说话 已经走出屋去 屋里三人面面相去 都肩默不语 有情 门外一阵脚步声响 江远风去而复返 神色凝重地坐下道 听在海边巡视的武士说 龙海川 已经乘大船离岛而去 上官御鼎夺了一只小船 也刚刚逃走 水利娘脱口道 不能追吗 他们这一走 神武教非乱不可 方向不明 说着 江远风对冷血玉 定定地注视 一字一顿道 三夫人 望以后 好自为之 掌儿又对水利娘道 夫人 明天我就离岛 返回陆地 尽可能地制止 发生的变故 望三夫人误虑 而我担心的是 岛上空虚 若有人趁机攻进 后果将不堪设想 水利娘道 眼下人心不稳 可靠之人已不多 便是龙海川这样的人 也 刘碧瑶在一旁道 不妨 调武一堂的人来护道 因为庞俊风 是咱们亲戚 该是最可靠的人了 冷血雨 双眼一亮道 是啊 除了武一堂的庞俊风 再也找不出可靠的人了 那就凡江大侠顺便 前往嵩山 圣武山庄去一趟 调庞俊风和白鲁夫妇 带人来护道 也真该推选一位总舵主了 不然总是这样 总舵主的谜案 有意志悬而未决 江远峰觉得这番话 分明是说给自己听的 当下沉声道 夫人不必多虑多忧 在下会竭尽全力 好在现在有了些眉目 关于武一堂护庄一事 我会转告的 但有一事提醒 就是 我离岛之后 告诉护庄武士 一定要严禁任何船只上岛 除非是彩色帆船 我可以告诉武一堂 来时呈彩色帆船 其他帆船 不管是敌是友 一律乱箭射退 一旦有重大变故 不能应付 可速速派人 往藏龙岛求救 苗红英会援手相助 江大侠想得周到 我们遵办便是 若无别事 在下告辞 叨扰三位夫人 往见谅 让武士带江大侠 往总舵主的寝室歇息吧 江远峰 随同一名护庄武士 走出院去 冷血玉对水利娘笑道 姐姐 我的屋里死了人 我就住在你们这儿吧 好 咱们三人就都住在这儿吧 反正有闲床 冷血玉躺在床上 他还在想着江远峰 对他说的那句话 望好自为之 这个冷面铁心的家伙 分明在称怨自己 他是早就知道了 这里边的内情 还是怪自己放走了 上官御定 真是的 自己为什么要帮助他逃走呢 就因为他对自己的 一腔痴情吗 辗转反侧 实难成眠 心中又想到了 袁崇武寝室内的石床 好个江远峰 今夜 你就遭一宿罪吧 江远峰 没有去袁崇武的寝房 他让那个武士 领着自己来到了 袁崇武的坟墓前 站在他的坟前 久久注视着那块青石碑 仿佛看见了袁崇武 又站到了自己的面前 袁兄 我一直很想你 但我想不到你会长此而去 我会让你闭上眼睛的 下次再来看你 我就带来害你的仇人 相信我吧 等为你报了仇 我就在你的坟前大醉一场 我真想大醉一场 月光如水 青灰似银 海浪声隐隐传来 四年迈的老人在低音 松柏茉莉 风声色色 谁知道 这一代大侠的内心苦楚 他只能对另外一位大侠诉说 龙海川 自有龙海川的事情 他的事情 就是要找到苏峨梅 然后把他带上 乘大船 两个人引退江湖 去寻找海中仙山 厮守逍遥 龙海川知道魔道掳走了苏峨梅 但他相信 江远峰一定能够把他救回来 救出了他 他自然还要回到苏州峨梅院 苏州峨梅院里 他没有见到苏峨梅 见到的是胡长满 龙海川迷恋苏峨梅 正如司徒星迷恋冷血玉一样 他知道 司徒星迷恋冷血玉 所以 当战败上官御顶后 他见司徒星借口 去找冷血玉约会 也勾起了 他对苏峨梅的死恋 他无法控制自己 于是乘着大船起航 龙海川知道 水利娘不会交出神武令给公子 他再留在岳明岛 有害无益 所以趁机脱身 来到苏州 寻找自己心中的女人 哪知道 心上人没有见到 却见到了这个酒鬼 而酒鬼 也是他想见到的 于是龙海川 拉着胡长满离开峨门院 来到了一家酒馆 当酒鬼端起酒碗 要送到嘴边时 龙海川握住了他的手腕 告诉我 我的炸药包爆炸了吗 面对就要进嘴的美酒 酒鬼说不出谎话 他的真话 令龙海川惊讶不已 炸药包爆炸了 天崩地裂 当即血肉横飞 酒鬼眉飞色舞道 龙海川松开了他的手腕 一仰博 喝干了碗中酒 扎了扎嘴 不过炸死的不是 庞乡主和袁姑娘 龙海川一正 以为自己听错了 酒鬼接着道 炸死的是两个捕块 鼎鼎有名的捕块 龙海川一把 抓住酒鬼的手腕愣道 你说什么 烧了你 龙乡主 我可是跟庞乡主 说了不少你的好话 因为我救人 用了那个炸药包 所以到了静武山庄 我就改变了主意 说您派去送贺礼 还说三千两银子 哎呦 龙乡主您别使劲啊 疼死我了 你坏了我的好事 我不会放过你 说着 松开握住 胡长满的手腕 端起面前的一碗酒 一言而尽 胡长满开始有些害怕 从怀中掏出了那个仇包 妾声声道 乡主 这是袁姑娘的青丝绣发 属下一只视若生命 今日归还与您 龙海川微微一正 伸手接了过来 看了看 浩坛一声 揣进怀中的衣带 对胡长满冷道 原来你躲到这里 是怕我找你啊 胡长满再也没有心思喝酒 一个酒鬼 没有心思喝酒的时候 他一定恐惧地要命 龙乡主 如果你放我一马 不计前嫌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龙海川微微一笑道 哼 我一直在倒霉 还有什么好消息啊 胡长满见龙海川的脸色缓和 自己的脸上也有了血色 干咳一声道 咳咳 关于苏俄梅的消息 龙海川正想知道苏俄梅的下落 文言眼睛一亮即倒 快说 我要说了 你得答应放我一马 再不追究炸药包的事 就当咱们俩之间 什么事也没有一样 好 我答应你 咱们两下扯平 谁也不欠谁的 得起个毒誓 不然乡主翻脸不认人 我脑袋搬家倒没什么 武林少了个出色的混混 江湖上也少了个大名鼎鼎的酒鬼 天下不定多少人心疼呢 龙海川早就心中撞路 急不可待到 在下说话算数 酒鬼 我别着了你的道 你得先说出消息的来源 别是你信口开河 是江大侠亲口说的 狼老五和江飞浪可以作证 我要是说半句虚话 假话 废话 屁话 大话 罪话 反正要不是真话 就让我下辈子喝不着酒 那好 要是你告诉我苏姑娘的好消息 我可以把往日的事情不再重提 对你不依不饶 我就不得好死 相主 实不相瞒 那苏美 已经死了 见龙海川神色一领急忙道 这可是江大侠亲口说的 死在魔道人的手里 你可不能 哎呦 龙海川一个耳光扇过去 胡长满惊叫一声 连人待遇翻滚在地 胡长满哭丧着脸 从地上爬起来时 龙海川已经扬长而去 他朝龙海川的背影张嘴想骂 顿见眼前一碗酒 随咽下去要骂 一看为他递酒之人 不由大声道 好小子 原来是你呀 伸手接过酒碗 一言而尽 放下酒碗 一拉那人坐在了桌旁笑道 听说你犯事了 到苏州来干什么 那人黑黑一笑 区区小事早就摆平了 老子还照样逍遥 来苏州 一是寻访你老兄 二是找几个够味儿的女人 听说有个苏娥美 怎么 我来了 她就死了 来人是酒鬼的好友 闻名江湖的 另一个出色的混混 天鼠潘二狗 两个出色的江湖混混 在酒馆开始了 海吹神聊